我們今天上個課吧 來上課啦 好不好 上什麼我們也不知道 我們就有請 林萌老師林夢中 哎呦上課囉 來上課囉 張憲哥好各位 大家好 常常有聽到評審提到講說 是 我們唱歌的時候 放 把共鳴放太後面了 哦 就會覺得說聽起來 無無 無無 聲音樂樂 樂樂 沒有 沒有把這個聲音放出來 哦 所以老師常常說 我們都要把共鳴放在外面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 你要不要先示範裡面是什麼聲音 聽在聽在我的心臺 是有笑你的愛 就會覺得髒髒聲音髒髒的 樂樂 那如果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叫做 內就是安捏 共鳴歌唱練習法 哦 這個 就是安捏 這還要敲嗎 這不用敲 我們都會啊 那就是安捏 就是安捏 唱法是過這麼簡單的問題 不是啦 不是 不是 不是呢 是要把內這個字放到我們的歌曲裡面 先找出我們前面的共鳴 用內 幫助你找到共鳴的位置 沒錯 像比方說剛剛那首歌 我們就先把內套用在這個曲子裡面 內內內內內 內內內內內 就可以把這個聲音這樣丟出來 為什麼是這個字 為什麼是內啊 對啊 為什麼是內 為什麼不外 外外外外外 不 因為我們可以藉由內它有B腔 還有我們的內內嘴形 可以迅速找到我們臉部的這個共鳴點 就是把這個字唸出來的共鳴是比較前面的 是的 這個字唸起來要有一點用力 內內內 其實是要有點用力的 因為它有AE 又要上去B腔 內內 所以就會找到把聲音放前面的位置 那我內完之後呢 再套原本的歌詞 因為我們先找到共鳴了嘛對不對 它就要讓它習慣 天在地在我的心態 祝祝你的愛 用這個發音去幫助我們找到那個位置 對 老師用心耶 老師用心 你們老師辛苦你了 謝謝 就是這樣共鳴歌唱練習法 謝謝老師 謝謝